会议室观看直播 谢谢配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份有限公司拧申请合并台湾之星股份有限公司案所举行的听证会 这个合并案的案子是在今年2月10号向通常会来提出申请 那介于本案涉及整体自通讯产业发展 电信市场的公平竞争 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 对通讯产业发展影响非常的深远 引起各方注目 那通常会为了精进审查面向的广度跟深度 并周人审查程序 根据NCC的组织法第十条第七项 以及行政程序法相关的规定 来举办今天这个听证会 听证会的召开的目标 大家都知道是在详尽调查发现真实 那也是未来做成行政处分决定的重要基础 谢谢各位的出席 那本次听证会所要听取各位外界的各方面的意见 已经相关的面向在我们公告的听证公告里头 已经有呈现 那也主要是根据电信管理法二十六条 第六项的所考量的一些部分 接着介绍今天的出席人员 当事人之一的台湾大各大出席代表为 林芝成总经理 郭宇泰资深副总及技术长等 那当事人之一的台湾自新出席代表有 賴玄武总经理 丁宪文副总经理等人 今天的利害关系仍有 中华电信的魏惠真副总 张维如科长 远传电信有 李核英资深副总及郭俊杰副总经理 雅太电信部分有 劉立山副总 高尚登技术长 台湾自新勞资会议勞方代表有 萧何处长 吴思寅副处长 那另外 有新加坡商市议员股份以及统一超商 这两个代表利害关系的部分 今天并没有出席 监定员的部分 今天出席的学者增加部分有 台北大学郭文中教授 监定员的机关部分有 新政院消保处今天没有出席 但有提供意见 等一下会请私议来宣读 公平会的部分有 郭王琪科长 杨哲豪专业 事务发展部有 春天梁检政及专讯豪剧政 劳动部有 劉政院科长及 黄湘云科研 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有 賴金利股长 其他参与人有 台湾地域发展协会 刘立秋副秘书长 那另外 在台湾法人消机会 以及台湾5G垂直应用 發展联名今天没有出席 接下来介绍今天出席的 本贵藤仁 在我右手边的是 王伟晶委员 詹艺研处长 蔡国栋副处长 還有 陳俊昌检政 在我左手边的是 王正佳委员 還有我們的詹处长 以及我們 中央处的 的代表 接下來 請示 在這程序上 我還是要 問一下我們的 兩個當事人 對今天出席人員的資格 有沒有意義 台灣大大大支也沒有意義 謝謝 沒有的話 我們先請我們夜館單位 報告一下我們的會議規則 宣讀會議規則 第一 禁止吸煙或飲食 並將行動電話關閉或禁音 第二 聽證會進行中禁止鼓掌或鼓噪 第三 他人發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問 第四 未立會議程序進行 與會人員於發問或發言前 需爭得主持人同意 第五 發言時應針對案件相關事項陳述意見 不得為人身攻擊 第六 當事人 利害關係人及鑑定人請於發言前 先說明事業名稱或機關單位姓名職稱 必立會聽證會進行錄音及記錄 第七 原則上第一人當事人發言時間均以十五分鐘為限 十三分鐘時響鈴一次 十五分鐘時響鈴二次結束發言 其餘參議員發言時間均以十分鐘為限 八分鐘時響鈴一次 十分鐘時響鈴兩次結束發言 第二人之後發言時間則均以十分鐘為限 八分鐘時響鈴一次 十分鐘時響鈴兩次結束發言 第八 為避免研製聽證程序進行 主持人得禁止當事人 利害關係人 鑑定人或其他道場之人發言 有妨礙聽證程序而勤結重大者並得命期退場 第九 為例聽證程序進行 除本會邀請與會者外 其餘均不能發表意見 第十 為維持會場秩序 聽證開放新聞媒體於二樓聆聽 但不能發表意見並採訪 第十一 本次聽證會全程錄影錄音 聽證紀錄將當場製作 請相關程序文於現場簽名或蓋章 第十二 聽證令人將成為本案 依行政程序法第107條 作成行政處分之依據 有鑑於本會總博與否 涉及利害關係人及公眾之利益 原於當事人如明知為不實之事項 而使本會登載於職務上之功能書 將涉及刑法第214條規定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 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功能書 除以身損害於公眾或貪人者 處三母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一萬五千人以下罰金 以上宣讀 謝謝思宜的宣讀 我今天再補充兩點 第一點 今天聽證程序的各個程序 如果有個別規定的一些發言的一些規定的話 重啟規定 那主持人這邊會權於現場的情況 做一些必要的權益調整 特別是下午的案情詢拔跟最後陳述 好 接下來我們進行程序三 就本案事實部分 請我們本會的廖科長來報告 請問大家這邊報告一下 本案事實的部分 本案事實的部分 我今天的簡報大概主要有五點 第一點是本案事實 第二點是 合併所涉及的法規依據 第三個是 國立電信市場的一個現況 第四點是 平補分配及利用情形 第五點是 聽證會的議題 那在本案事實的部分是 臺灣大哥大與臺灣之心 在去年的十二三十號簽訂合併區 兩家公司並在今年的二十號 向本會提出申請 以臺灣大哥大為儲蓄公司 臺灣之心為消滅公司 下一位 那在整個合併案涉及的法規的部分 大概主要是電信管理法 以及他的執法 另外就是企業併購法 公司法 情侶程序法 以及本會召開聽證作業要點 等這幾個法規 在電信管理法裡面主要是 涉及的法規是電信管理法的 二十六條第一項 第六項 以及 第三十六條的 第四項 第五項 三十七條的第一項 第二項 第三項 第四項 以及第七項 第八項 那在電信管理法的執法裡面 主要涉及的是 無限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的 第十二條的第一項 第四項 以及公眾電信網路設置 申請及審查辦法的第三條 那另外在電信事業 自動安全管理辦法的 第七條 有涉及到 另外再來就是 在全民管理業務管理規則的 第四十三條 第九項裡面有一些 國家安全的一些規定 另外是 全民管理業務管理規則 第八十三至四條 那此外 除了電信法規以外 另外還有一個企業併購法的 第二條 第一項 第十八條 第七項 以及公司法的第七十二條 第三百十六條 第一項 那最後本聽證的一個辦理依據 是全民程序法的第五十五條 以及本後召開聽證作業要點的第三條 第十五條的規定 那接著跟各位報告一下 國內限定市場的一個現況 那我國群眾通信市場 我們統計一下 從101年到現在 從這個趨勢可以看得到 近幾個國內群眾通信市場 源於競爭的激烈 所以整體的一個營收 呈現下滑的一個趨勢 那如果說我們從109年 103年到109年 我們去觀察一下 各類電信服務所佔的 裡面營收比例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裡面還是 主要還是 行動通信的一個佔的營收比例最高 達到54.36% 但是如果說 我們單獨把行動通信的一個 提出來看的話 我們會發現 在從101年到109年 在行動通信來講 基本上還是發現 有一個逐年遞減的一個趨勢存在 在行動通信裡面 如果說 因為行動通信主要是有兩種服務 一個是語音服務 另外一個是數據服務 那我們如果去看到 去統計語音跟數據來講 我們可以發現 來講 基本上語音服務 有以其他的一個競爭的一個存在 有替代性的一個效果 所以語音的一個服務 它的源頭 有逐漸下滑的一個趨勢 那數據來講 基本上 早幾乎也稍微有成長之後 大概是呈現一個穩定的一個狀態 那如果說 下一位 但是如果說 我們換另外一種角度 就考慮到一個RPU的一個變動 來講 我們可以發現 不管是在整個語音還是數據 以及2G、3G來講 基本上 有一個競爭的現象 我們可以發現 整個一個RPU的一個趨勢 是在逐漸下滑的一個趨勢 來 下一位 那這邊是國內行動通訊 今年8月的一個五大行動通訊 業者他們的一個 養育術及營收的一個狀況 來 下一位 但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我們如果去分析 讓各家的一個 試占力跟營收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 你不管在合併 中華、台灣大遠傳 他們他的一個 如果是以養育術的試占 來講 合併之後的試占 基本上排名是沒有改變的 來下一位 那如果在合併裡面 在市場競爭裡面 從HHI的一個指數來看的話 整個在合併組合併後 HHI來講 養育術方面是增加了761 那一面有一部分是增加了556 來下一位 那如果說 我們去看一下 另外傳統的角度 五大傳統通信事業 他們從用戶數跟RPU的一個角度 來分析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 今天併合併方 台灣之星以及亞太電信 台灣之星以及亞太電信 兩家的用戶數跟RPU 明顯跟其他三大有明顯的一個 握差存在 來下一位 那接著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的聽證會議題 國際五大通信事業 國際五大通信事業 評補的分配 以及利用情形 我們去看一下 如果我們去看一下 各家的一個評補位置 不管是在700 700 900 1800MHz 2100MHz 以及250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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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一個評補分配的一個狀況 如容在圖上面所顯示的一個狀況 下一頁 那接著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的聽證會議題 聽證會議題 整個聽證會議題 基本上是分做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電競產業發展 以及市長公平競爭 那這個面向來講 有四個議題是 第一個議題是 合併後對我國整體數位市長 之公平競爭及產業發展 有何正負向影響 第二個議題是我國 行動通信業者市場加速 由五家縮減為四或三家後 對整體電信市場公平競爭 和零售批發市場等 垂直運用服務發展 及基礎網路建設投資之影響 第三點是 基於國內行動通信市場發展歷程而言 對於國內行動通信市場最適 加速之看法 第四點是 隨機公司所經營之服務 對跨產業如行動通信 固定通信 有線電視 資訊內容服務 垂直運用服務 電商平台及金融服務等 公平建設是否產生影響 那在第二個部分 在網路整備方面 主要是三個議題 第一個議題是 隨機公司所提出 網路設置計畫之規劃 是否能確保或增進 網路涵蓋與通信品質 第二點是 隨機公司所提出 偏遠地區網路涵蓋之規劃 是否有助服務品質之提升 第三點是 目前亞太電視與其他電視試驗 有偏遠地區漫遊或3G 語音共往 台灣大跟大中華電視之情形 未來何必要是否繼續為止 意外由 存續公司從頭在網路品質不變下 逐步調整由各該網路提供服務 以避免產生公平競爭之疑力 在第三個部分是 資源合理分配與應用部分 主要有兩點 第一點是 除續公司指援1Ghz以下 3Ghz以下 6Ghz以下 以及14Ghz以上 可使用頻寬 是否有頻補資源過度 集中之情勢 以及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第二點是 除續公司之合併計畫書所提出規劃 是否可提升行動通信 頻補使用效率 進而達到資源有效利用 那在第四個部分 維護用戶權益 及其他事項的部分 主要有四點 第一點是 我行動通信業者 市場加速 由5家縮減4或3家後 未來是否可能造成零售 及批發價格上漲 消費者選擇減少 減損消費者利益 第二點是 存續公司所提出增進用戶 多元服務選擇與知識方案 規劃是否合理滿足消費者 不同多元需求 第三點是 存續公司提出 對於消費公司之員工安設計畫 及權益保障計畫 是否應用於勞工權益法規規定 或針對電信產業性質 應有具體措施及作法 第四點是 存續公司對於強化偏遠地區 通信服務環境永續策略 協助偏遠地區教育 強化通訊品質及遠距離 是否增進我國整體公共利益 以上報告完畢 謝謝廖科長的報告 接下來的四個section 會依序請當事人 利害關係人 鑑定人及其他參議員陳述意見 這邊要麻煩各位要把握時間跟正點 另外因為要有利於現場做記錄 我們請發言的人在發言前請簡短自我介紹 最後陳述剛剛我們是有提到的 今天的最後會有做逐字稿的會議去確認 所以請有發言的人 盡可能在會議結束前不要離開 下一個section就是請當事人報告 那這邊會前當事人這邊有跟我來協商 那因為這個section總共有30分鐘 那我就權宜處理請兩方當事人 就是合併統合運用 那現在就請當事人來開始 好主持人陳委員兩位王委員 各位委會長官同業先進 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灣大哥大總經理林之誠 榮幸今天能帶領團隊協同台灣基金團隊 再向各位報告 首先又來說明本案原由 電信的本質是規模經濟 因此經營需要跨越規模門檻 否則只是圖號社會資本 以OECD的37個會員國為例 其行動通訊的MNO業者 平均服務人口數是993萬 可值2300萬人口的台灣 實在容不下五家業者 台灣之星自世紀開台以來 一直無法達到經濟規模 2021年虧損35億元 累積虧損高達324億元 進入5G時代建設成本更高 轉正遙遙無期 不堪虧損的股東 無意繼續投入 因此公司陷入垂危狀態 最終兩家公司為了維持經濟安定 照顧268萬位的台灣之星的用戶 數千名員工以及股東 合作供應商等多方權益 因此促成合併案 以避免衍生巨大的社會問題 由於台灣之星虧損嚴重 且網路診病廢時 在合併第一年後 將對台灣大哥大的損益造成負面影響 累積前兩年的稅前效益 對台灣大哥大也是為負 到第四第五年網路診病開始發揮重效 進入穩定期時 預估對新台灣大的整體獲利貢獻 也僅僅是7%而已 因此此案雖然對台灣大有財務注意 但是對更重要的是 對台灣之星原有客戶跟員工的照顧 本公司計畫在拯救台灣之星的同時 全力貢獻經濟安定 用戶權益 企業專網 節能減碳以及數位共融 以最大化本案的公眾利益 更多細節待會我同事會一一說明 此外 近期電信業者為本案爭執 佔用很多媒體版面造成公器的浪費 我在此代表同業向大家致歉 撇開這些雜訊 今天我想請大家退一步想想 平埔這個資源的本質 首先對任何國家而言 平埔實在為極欺缺 極珍貴而且極昂貴的公共財 他關係著基本人權 因為上網在今日幾乎是人們的生活必須 想想今天各位可能不一定有帶錢包來 但是一定有帶手機來 帶手機來就是為了要上網 所以面對這個極度稀缺 卻對全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資源 理當不應閒置 而且該充分建設利用 最大化服務民眾上網的需求 若回收平埔導致閒置 反而有害公眾利益 台灣當大合併台灣之星後 雖然平埔有所增加 但仍是三家最少 剛才NCC也跟大家揭示 我們合併的營收也是三家最少的 所以換言之 這是一個老三當自強的故事 大家可以用促進競爭的角度來思考本案 因為當規模相當的業者 有好的競爭就是消費者之福 在五家業者電信產業 三分之一的頻埔上限 是促進競爭 在三家業者電信產業 三分之一的頻埔上限 就變成了齊頭式平等 反而限制了競爭 以上就是本案的原由 接著我請林東銘商務長 為各位說明合併後 兩家公司用戶權益的提升 大家好 我是台灣大哥大個人用戶事業群 副總經理及商務長林東銘 接下來要來向各位報告 合併後兩家公司的權益值提升 本次的併案 台灣大哥大秉持用戶權益白首位 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公共利益 與全體用戶權益之提升 在此提出五大規劃提升用戶權益 以及促進產業競爭 包括服務體驗升級 保障合約 保留極優化方案 多元獨家方案 以及多元價值的服務 本合併案獲准以後 本公司將致力於 將頻譜與設備進行整合 提供原台灣之新用戶 無論在4G或5G 皆有雙倍頻寬的網路服務體驗 合併後全體用戶皆能享有 更具競爭力的網速體驗 目前中端設備支持的最高下載速率 4G達到550Mbps 5G則是達到1.5Gbps 合併之後的5G基站規劃 超過1萬站 在更大的網路涵蓋之下 偏向網路涵蓋率也將獲得提升 4G涵蓋率高達97% 5G也有95%網路涵蓋率 除了涵蓋率跟頻寬網速的提升之外 合併後網路總用戶達到近980萬戶 對於原台灣之新用戶的網路通話對象 更有3.7倍之多的有感提升 無論是通話品質或成本都將大幅的改善 合併後 本公司就台灣之新既有用戶 包含終身合約方案之用戶 將依其與台灣之新所簽署之服務企業 及專案同意書履行合約並且提供服務 用戶與合約到齊後 可依自身需求評估是否進行合約的異動 本公司未來也將應用市場的競爭動態 積極推出各類優惠方案 能滿足不同的用戶需求 除此之外 本公司也將保留並優化台灣之新的特色方案 促進產業競爭也提升了用戶權益 除了以量自駕方案將會以優於台灣之新現行方案來進行 也會保留身心障礙關懷專案 並且新增經濟弱勢族群的相關方案 包括學生以及銀法族群的方案 台灣大高大多年來致力於建構多元服務生態圈 本市合併案將替980萬用戶 帶來完整的低中高支費的集聚 且針對不同的需求 提供除了單門號以及手機方案以外 也有OP享樂生活、Disney Plus、好數成雙與莫比多等各項專案 提供更具競爭力之選擇 除了賬購具備競爭力的服務生態圈 本公司多年投資了多項加值服務 除了涵蓋本土與國際影音娛樂及線上遊戲服務內容 也與智慧家庭廠商 合作推出多種智慧家庭的情境與應用 而這些賦予智慧生活更多樂趣的數位體驗 也將設立於合併之後更大的用戶基礎 讓980萬名用戶都能享受到 本公司未來也將積極推出更多的優惠方案 來滿足不同的用戶需求 並且促進市場競爭 以上是我的報告 接下來交由郭技術長說明網路整併規劃 謝謝 主席各位先進大家好 我是台灣大哥大的技術長郭宇泰 這個合併案呢 網路整合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用戶至上 一個網路七個頻段沒有差別待遇 無論是原來台灣大哥大或者是台灣之心的用戶 一視同仁 絕對沒有二等公民 我們將提供更大的網路涵蓋 更好的平譜效益 以及用戶體驗 節省用電 升級服務促進產業的發展 我們會整合台灣大哥二基站 跟台灣之心的重要站點 使用MOKEN的共頻技術 用同一個基站發射雙方的頻段 讓所有的用戶享受相同的上網數據 我們會儘快的關掉台灣之心的三機網路 讓他的用戶立刻享受到台灣大哥大更大的語音涵蓋 我們會整併台灣之心的四機設備 然後還要再增設五百個機站 在偏遠地區總共建設四機超過一千站 人口涵蓋達到百分之九十七 台灣之心的五機網路原本重疊 部件在人口較為稠密的地區 這些設備將會往外圍搬遷擴大 涵蓋 在此之上我們還計畫增設一千五百站 在偏遠的地區總共建設五機超過九百站 人口涵蓋達到百分之九十五 極速是台灣行動通訊市場 從三機到五機最大的追求 我們其他兩家同業多年來對消費者的廣宣 也聚焦在明列世界前茅的速度 速度跟總頻寬成正比 與頻段的高低完全沒有關係 同樣五MHz的高頻或低頻 對極速的貢獻是完全一樣的 合併後 新台灣大哥大在三GHz以下的總頻寬 180MHz 比遠傳少14% 比中華少10% 在市面上 而且我們沒有任何支持 700-900載播聚合的手機 如果再依照同業的主張 攪回低頻的10MHz 我們在700-900速度 無法相加的狀況之下 更造成了我們在極速競爭上 處於不利的地位 新台灣大哥大 5G的3500頻段 60MHz加40MHz的總頻寬 跟同業相近 雖然因為不連續效率比較差 但是我們一定會部件 載播聚合的技術 來跟同業競爭 整併網路對台灣的一大好處 就是省電 裁掉台灣之心的3G網路 可以減少每年用電0.42億度 裁掉重複的4G設備 可以減少0.97億度 雖然因為我們擴大5G的部件 用電增加0.64億度 加起來 每年仍然可以降低0.74億度 相當於95個大安森林公園的總排碳量 目前推展 專網 碰到的一大問題 就是沒有專品 工網跟專網 覆蓋重疊造成干擾 我們計劃在這些場域 部件原來台灣之心的40MHz 配合3500頻段優異的終端產業鏈 刺激專網與應用的發展 台灣大哥大與台灣之心 各個頻段都已經大量建設 承載繁重的順路 台灣大的700頻段 目前建置超過12000站 服務700多萬用戶 台灣之心的900頻段 也超過9000站 服務268萬用戶 如果被迫繳回 我們將被迫降低整病後 新台灣大哥大 6%的總頻寬 影響將近合併後 1000萬用戶的服務品值 使得我們三級以下的總頻寬 更落後遠傳19% 落後中華15% 而且繳回也將造成被大量建置的頻寬的閒置浪費 新台灣大哥大 在6G跟3G以下的總頻寬都落後同業 平均每一個用戶可使用的頻寬也是三家最低 我們需要保留每一塊的頻寬 才能夠提供足夠的容量跟急速 與其他兩家同業競爭 所有的行動業者都已經早已轉軌到電信管理法 跟它下面的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 其中第12條第4項明確規定 合併的時候主管機關可以考慮頻寬不受三分之一限制 同時呢今年5月NCC已經使用這個條款 裁定核准亞太900頻段轉讓和配給中華 創下第一個例子 本案明確合乎法規合併的條件 而且呢關乎近一千萬用戶的權益跟未來市場的競爭 希望主管機關能夠一致處理 確保台灣市場從五家進入三家之際 能夠踏出鼓勵競爭的第一步 下面交給李南梅副總 大家好我是與台灣大哥大法規副總李南梅 以下說明台灣之心員工與加盟通路權益保障 及提升重大公共利益議題的具體措施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一向是台灣大經營的目標 而保障員工權益也是台灣大永續經營的基礎 台灣大合併台灣之心共組5G台灣隊 我們將基於企業責任及人才培育理念 台灣之心經理及韓以下同仁全數留用 不會設留用條件 佔比達台灣之心現有員工9成7以上 對於副處長及韓以上的主管 則將全力媒合 現階段我們與台灣之心經營團隊 皆保持密切聯繫 討論員工安置計劃 等本案合併後將安排面談 讓同仁了解工作內容與未來規劃 尊重人工意願 入屋意願簽售轉任時 我們會提供應於勞動法令的應離退方案 供同仁選擇 在加盟門市權益保障上 合併後台灣大將概跨承受台灣之心與加盟門市的合作關係 不會因合併而影響既有加盟門市權益 本案以追求公共利益及消費者福祉為最高原則 具體實現以數位共融、數位國力、數位人權、愛物地球四大目標 數位共融是指利用核心數位科技達到社會更好 自疫情發生以來 偏鄉學子的受教權值得重視 台灣大一直致力於數位盡用 目前已在北、中、南、東、離島等15縣市深化偏鄉數位 佔全國22縣市近7成 本公司於偏遠地區設置數位學習中心 開放民眾上網 從培育科技人才理念出發 每年很暑假於偏鄉學校舉辦 摳都放偏鄉玩城市營隊 藉由城市設計來翻轉偏鄉教育 數位苗普則提供上萬門免費使用門號 及多元線上學習資源 幫助偏鄉學子進行數位學習 合計投入超過7萬元公益資源 近萬名越是學子社會 整體數位共融每年持續投入社會資本至少兩億元 善用雙方所持頻率 強化網路容量及福利速率 促進業者競爭 是有助於提升數位國力 余前副主委指出 若僅剩三家業者仍主張三分之一上限 將失去國家頻普競價的意義 頻普資源的有效運用 是決定電信產業積極競爭的重要動能 為促進電信市場參進 本公司會以開放的態度 與據合作意願之MVNO洽談 從而在加速加量的行動通訊基礎上 壯大我國數位領土 與跨國大型數位平台抗衡 在數位人權 本公司承諾 在偏鄉增加建設 同時整合資源進行技術升級 縮短城鄉數位落差 臺灣大向以環境友善及永續未來為己任 為臺灣缺電 全球節能減碳問題 做出巨大且實質的貢獻 國內電信業者營運數位匯流正在做跨業整合 從基礎層積極向上發展多元運用服務是趨勢 中華電信市三家業者的表率 共同努力提升服務競爭力 在數位轉型的關鍵時期 合併後將促進我國5G創新服務 扶植本土數位內容及加值應用 提供消費者更多元選擇 在報告的最後 本案出征是拯救成為事業 維護合併後 新臺灣大哥大全體用戶 員工企業合作夥伴等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提供更大的網頁涵蓋 頻寬更廣速的無差別待遇服務品質 使我國電信產業更良性 公平的競爭環境下 善用頻率資源 將整體合併後的利益回饋 為國家社會增進消費者福祉 頻率的資源因為全國人民享有 不屬於特定業者 保留頻率供消費者使用 才能達到公共利益的目的 期盼主管機關支持保留頻率資源 儘速核准等核併案 以上是本公司的意見 謝謝您聽 盡情指證 接下來有請台語之心賴總經理說明 請通常把麥克風交給賴總 主持人各位與會的長官及學者專家 大家好 我是崔維事業台灣之心總經理賴玄武 因為剛剛講得很嚴肅 以下就相關的聽證和議題 表達本公司的意見 首先與台灣大哥大的合併 是一個不得不為的決定 台灣之心投入行動通訊市場八年 股東與精英團的理念從來沒有改變 希望為用戶帶來最高CP值 服務好專業家的行動通訊體驗 除了積極競標頻率及建設網路以外 也推出了各種多元創新 無陷阱的資費方案 力求能夠成為消費者最好的選擇 希望在建立足夠的用戶規模後 能夠持續穩定的獲利 永續經營 八年來我們的資本額 從新台幣200億元 陸續增值到567億元 加上目前約260億元的貸款 總共投入超過800億元 在經營這個事業 其中頻率標金就貢獻了321億元 給國庫 也一路堅持致建一套全新的網路 不僅帶來消費者更多元的選擇 加速了4G的普及 也促進市場的競爭 在消費者的支持下 用戶從160萬成長到280萬 經營團隊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然而280萬用戶還不足以支持公司轉虧為盈 8年來已經累計虧損達到了393億元 長期的虧損也導致銀行提供貸款的意願降低 使公司一直承受著高昂的資金成本 對電信業來講 頻率與網路的投資是不可能停滯 預期未來持續有龐大的資金的需求 但隨著大業者也開始銷價競爭 營收成長有限 轉虧為盈的經濟規模卻遲遲無法建立 股東周期也必須要思考 如何退場的現實問題 合併的確是股東不得不為的決定 期待長期虧損的事業持續經營 是很殘酷的而且不可能的 如果讓我們的員工及我們的任務 有一個好的歸屬 是我們在準備合併的過程中 念之在之最重視的事 若能順利於台灣大高大合併 對公司同仁及全體消費者來說 已經是最有力影響最小的退場選擇 從今年二月提出合併申請以來 已經歷經七個多月的漫長審查 台灣之今是小業者 現在面臨合併時間的不確定 紮密上也更加困難 至今員工人數已經流失超過兩成 我們很努力的維繫服務品質 及各項營運指標 留下來的員工也承擔 比以前更繁重的工作 在基因團隊與員工的苦苦支撐的同時 公司無法維持正常營運的風險 也越來越高 我們理解主管機關 面對產業政大變化的審慎態度 但也衷心希望審查的流程 能更加快速 讓合併案早日通過 此外 就在聽證會前不久 所謂頻率超標的議題 突然也受到許多的討論 我們同業提出很多 是是而非的論點 讓我感到著視心經非 雖然是準備被合併的公司 但身為當事人 我們也必須嚴正底 表達一些意見與立場 我想身為在場 唯一經歷過三機 四機 五機 市場競爭 所有頻率標售都參與的總經理 我提出以下幾點的看法 首先一機以下的低頻 在台灣並不是市場競爭的絕對因素 亞太電信一直是一機以下低頻 頻寬最大的業者 但是用戶數卻是最少 台灣大哥大是三大電信中 一機以下低頻頻寬最大的 但用戶數也一直都落後中華電信 而中華電信雖然一機以下低頻頻寬 和台灣之星在過去是一樣多 但卻始終穩坐市場的大龍頭 用戶數 營收和獲利都長期維持在市場低 同時理先的差距越來越大 所以一機以下的低頻 絕對不是競爭的絕對因素 其次 三機以下的頻段才是關鍵 尤其是1.8機的頻段才是真正的廣機頻段 看看歷次頻率競爭的經驗 2013年首播釋出的4G LTE主流頻段中 900M的平均單價是最低的 每M 約1.56億元 比700跟1.8機都低很多 平均單價最高的是什麼呢 是1.8機的頻段 每M 約6.57億元 差了四倍多 這個頻段中華拿了最多 遠傳赤字 為什麼花高的錢去買1.8機 而不去買900呢 業者在競爭頻率是最誠實的 標均會真實反映頻率在市場競爭中的價值 而市場的機制給1.8機的頻率 就是遠高於900MHz 這與前述市場競爭的實際結果也有吻合 競爭擁有較多3G以下的頻段 特別是1.8機黃金頻段 才是市場競爭的絕對因素 有同業以公平競爭為理由提出繳回頻率的意見 我們無法認同 台灣自信在900MHz的頻段 是競爭中大業者挑勝的 卻是台灣自信在市機服務的主要頻段 是提供任務在市內及部分較深入遮蔽空間內 涵蓋需求的唯一頻段 所以900MHz對台灣自信的用戶來講 既是重要而且是必要 280萬選擇台灣自信的用戶 是對我們服務品質的肯定 基於用戶的契約關係 我們也有責任維護 用戶對網路品質最基本的信賴與期待 如果900MHz的頻段被要求繳回一半 不只頻率資源浪費 更會嚴重減損台灣自信用戶的品質 速度比3G還要慢 尤其是影音的服務影響更大 根本侵害消費者因享有的權益 這是消費者沒有辦法接受的 台灣自信也沒辦法接受 更遑論其中我們還有很多的用戶 根本不支援台歌大的700MHz頻段 頻率是國家的重要支援 除了繳納國庫的標金以外 頻率更需要對實際的投入使用 才能發揮效益 台灣自信堅持自信網路 充分運用每一MHz的頻寬提供用戶服務 如今雖然不得不退場 我們還是會繼續捍衛用戶的權益 用戶的權益不應該在業者 基於商業競爭的主張下被犧牲 尤其台灣自信的用戶群體中 屬於相對弱勢的族群 其實不在少數 現在唯有主管機關有能力將用戶群 列為最優先的考量 保護用戶的權益 期盼主管機關能做出明智的判斷 最後我們衷心期盼 和平案的審查能盡快的通過 相信這對台灣自信的280萬用戶 台灣自信的員工 全體消費者 及整個電信產業的長期健全發展 都是好的 以上的意見提供給主管機關級 參加聽證會的各位專家 學者與政府機關參考 謝謝 謝謝 謝謝當事人台客大及台灣自信的意見陳述 接下來進行利害關係人的意見陳述意見 每一家有10分鐘的時間 我們照聽證公告的順序 首先請中華電信代表來做意見陳述 您能把麥克風交給魏副總 主席還有各位長官還有各位先進好 中華電信訪務處副總魏惠真發言 那我今天的發言呢 我主要的發言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先就本公司在本案的一個關鍵訴求 跟積極建議的部分為一個第一個部分的一個發言 第二個部分的發言呢 基本上是針對我們合併當事 合併案當事人的一些意見以及聲明 我們再提出三點意見 首先就今天的一個合併案的一個討論 我先講說明我們的關鍵訴求跟我們的積極建議 本案傳去公司在一支以下的低頻段的頻寬達到60Mbps 已經超過了法定的這個上限 達10Mbps也就是超標20% 達通常會立次視照單位頻寬 顯有這個關鍵頻率資源過度集中 而且不利市場公平競爭的情形 那麼基於法律的保護信賴保護跟公平的原則 我們認為合併案的申請人應該承諾 繳回超標的頻寬 践行法宗義務 維護公平市場的公平競爭的一個環境 那麼在剛剛合併案當事人的簡報也有提出了 頻譜稀缺不應閒置 那麼在此僅為提醒 關鍵低頻的頻率不會有閒置的問題 只有如何公平釋出的問題 不能拿來作為合理化違規造成限制競爭不利益的事實 也不是留給合併案當事人才叫做沒有閒置 事實上繳回的頻率就應該在三家事業全新的賽局的開始 可以單獨釋出或者進一步的連同相連的800MHz的頻段 一併整體的規劃再釋出 這樣的做法才能夠及早拉近我國跟國際低頻頻段頻寬的一個差距 透過商用的網路優先提供公共服務需求的方式 讓我國的軍警銷海巡以及交通醫療等關鍵基礎設施 公司部門都可以快捷有效經濟的導入公共安全跟救難應變 系統就是所謂的PPDR來強化我們國家的數位基礎建設 增強關鍵基礎設施的數位韌性這樣的做法 一則才是促進資源的合理分配維繫市場的競爭 二則他可以提高的是整體產業發展跟全體的民眾權益以及國家安全的維護 這樣的做法才是最有效率的頻率使用 才是最大的社會公共利益 同時也是最有前瞻性的數位韌性建設的布局 以上是就本公司的基本訴求跟我們的積極建議 另外對於本案的當事人 在這個意見跟多次的媒體聲明當中 我們試著中整跟簡化 這個 這個基本的論述邏輯 我口語的表達 這個邏輯就是因為合併就會超標 所以三分之一不應該是鐵律 而且大家都超標中華有例外適用 所以本案就應該排除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第一項 頻率上限門檻的強制規定 例外適用第四項規定 而且不可以繳回 不然會損及現有的用戶權益等等 對於這樣完全以自我本位的論述邏輯 不僅曲解了這個法規 也錯直了基礎事實的不同 更重要的是完全沒有說明關鍵低頻頻率 過度集中單一業者所造成的市場不公平競爭的問題 這不是可以承諾增加更多的負擔 多做好事就能夠掩蓋的事實 這是合併案必須嚴重嚴正審查的競爭議題 因此我們就這個議題我們再為幾點的一個補充說明 供主管機關參考 通傳會例次的視照最小的單位頻寬是10Mbps 而且也有了明確的頻率的計算標準 對於本案申請人演繹的各種的這個計算公式 甚而牽扯到視照頻寬與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 技術標準最低規格 實質這些的資訊都混淆了超頻議題的重點 而且錯質的法規的適用 法規的解釋跟例外的適用都必須優先審酌 是否與立法目的相符 除了例外從嚴的法理之外 還必須採取和目的性的限縮解釋 所以我們必須據於說明的是 通傳會認定本公司是3G以下參過3G以下超過3Mbps 6G以下超過3Mbps的頻寬都沒有達本會立次釋照單位的頻寬 如果繳回該等頻寬 該等頻寬意未能釋出因為他不足10Mbps 所以他未能釋出再與女利用 反而不利頻率使用效率及公共利益 所以才會依12條的第四項規定 認為本案具有提升頻率使用效率 而且重點是無頻率集中之不利市場公平競爭之情況 以及我們的我們雖然例外適用的第三項 但是我們是符合第一項鎖定的 無頻率過度集中不利市場公平競爭之立法一指 所以可以了解有關於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的第12條 第四項的適用審核是必須具有具體客觀的依據 不是所有的個案都能適用 所以也不會淪為個別業者的帝王條款 本件台灣大哥大病 這個擬合併台灣之心的案子 低頻超標造成頻率過度集中單一電信業者的事實明確 顯然是違背了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的立法目的 他不利於未來的全體消費者權益 以及不得不應進行適用有關於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的第12條 第四項的例外規定 他必須有巨大的頻率使用效率 及巨大的公共利益的客觀客觀依據 否則就會使得第四項的例外規定架空的第一項的原原則規定的立法目的 會形成行政機關的裁量權推翻了自己立法本意的衝突 這是我們覺得在法規適用上面的一個謬誤 那第二個我們這邊要提出補充的是 合併案兩業者的頻率跟網路資源的結合 對於網路服務品質的提升 本來就是合併案的目的 也就是合併的商業利益 當然也是商業責任 怎麼會有用用戶權益 因超頻繳回10mai而受損的一種說法 本案存續公司在6G以下的總頻寬扣除了這個10mai之後是增加了六成 用戶數呢也是增加了四成 也就是台歌大比合併前更有充裕的頻寬條件來提供服務 另一方面剛剛的發言當中以及我們的出席這個合併案當事人的出席代表 在公平會的結合案的一個座談會 屢次也是表達了低頻段不是市場市場的絕對的這個因素 低頻段不是原子彈 亞太最多的低頻還不是在市占利最多用戶數最少 而且低頻都會在都會區裡互相干擾 既然合併案當事人認為低頻沒有優勢 那就將低頻繳回讓我們懂得低頻價值的業者有更有機會 來讓他使用效率更高促進公共利益 再者既然用戶數不多怎麼會有用戶權益的問題 所以用戶本案合併的用戶 的維護本來就是存續公司的義務 不可以讓其他業者來犧牲權益 來要求主管機關 來允許這個頻寬超頻來成就的 那第三個 本案的核心在1G以下的關鍵頻率 資源過度集中對競爭的影響 不在於合併業者的低中頻段當中 增加了100面有險不足的一個個別業者問題 透過本合併案 台哥大6G以下的總頻寬 每百萬戶的平均頻寬是從20.9MHz 提升到27.6MHz 超越了本公司的26.8MHz 5G主要的頻段3.5G的頻寬也是由60MHz 增加到100MHz 超越了本公司的90MHz 何來何併業者 在3G跟6G以下 是處於劣勢 1G以下的低頻段的傳輸優勢 抱歉時間已經到了 但是你們的意見可以列為 數目的意見來列入記錄 好謝謝 好謝謝中華電信的意見陳述 接下來要請 另外觀世言之的遠傳電信 來發表陳述意見 謝謝 遠傳電信法務法規執政副總理合英 代表發言 英本合併案最主要的爭議 在於低頻頻寬超標一試 限於時間因素 本公司僅先就此議題進行陳述 本公司將再就本次聽證會所有議題 以書面再行表示意見 就同業中華電線先前的發言及主張 遠傳公司表示贊同 我們再補充以下幾點見解 一 一居以下頻率相對稀少 發射距離遠且繞設立牆 更適合偏遠地區或深層室內 乃是廣泛即可負擔聯網的驅動力 至關重要的稀少資源 為國家重要資產及數位化基石 屬關鍵之黃金瓶段 此意為國際上普遍之見解 因此當特定業者掌握掌控過多一舉以下頻率 民文規定 將一居以下頻率單獨劃分為一個區間 並就該區間設有頻寬三分之一限制 主任主管主管機關 亦肯認一居以下頻率對市場競爭之重要性 屬關鍵之黃金瓶段 二 本合併案一居以下共60MHz 超過三分之一上限10MHz之多 超頻比例高達20% 以嚴重違反歷似平譜釋出競價規則 及法規明確限制一居以下 總群官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之規定 基於信貸保護原則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 應繳回超額頻譜 本合併案存續公司主張 當市場結構變化 若使MMO網路數量減少為三家 應可放寬頻率持有上限規範 此與現行法規不符 現行法規既已明確規定三分之一上限 政府及人民自應遵守並居以裁判 而非於未經修法完成並公告前 及任意改變以定之法律 法規的安定性為重中之重 並應為人民及政府奉行之準則 不應允許任何人以情勢變更之理由自行改變 過去亞太與國際的合併 遠傳與亞太的合作 均未遵法而轉爛頻寬 皆係奉行法律之行為 第三點 電信頻譜屬於公共財 公共財應選擇用於外部性大 公共利益大的領域 因營業讓與變化產生的頻譜超標 似不能私相授受 應由主管機關收回 未來再分配於外部性大 公共利益大的領域 經同業中華電信既已提出繳回 超頻頻譜10MHz之活用方案 主管機關是應要求台歌大 繳回超頻頻段 轉而將此超頻頻段應用於外部性大 及公共利益大之領域 此亦無所謂頻譜閒置之問題 再者 無限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 第十二條第四項例外規定 應景德適用於維護公平競爭 無頻率過度集中 且無其他外部性大 公共利益大的領域的前提下 即便遇適用此例外規定 亦須有更充分實質的理由 與證據具體說明無限制競爭 頻率使用效力 整體經濟利益 及所帶來之重大利益等 且此等必須大於外部性大 公共利益大的領域所帶來之效益 應用 此能排除法規三分之一之限制 倘若僅因電信事業間營業之讓語 受讓或合併等市場因素變化 即可排除三分之一上限之限制 此無意助長任意以司法契約方式 達成突破法律之規定 進而破壞市場公平競爭之行為 本案程序公司迄今未提出實質 具體理由說明 僅以消費者權益受損 總頻寬最低等簡單說明 要求適用例外條款 迄今也並未說明保留超頻所帶來的效益 究竟是否比將它適用於外部性大公共利益大的領域 所帶來的效益大 何況他們的說明也並非正確 故本公司認為並沒有適用例外規定之可能 我們以下簡單就本案程序公司之主張 說明如下公主管機關參考 以法規制規定的平譜上見自民國102年即已存在 本合併案業者於合併前應早已知悉 並以符合法律規定下為規劃 確保用戶品質 更何況此合併案可使得雙方合併雙方的平譜 透過技術整合或數量更多而提升平譜使用效力 此意為本合併案存序公司之主張 故不論是否究竟繳回上下行各5MHz的700MHz或900MHz 即皆可依據現行技術滿足用戶需求 自不應有所謂影響合併後 用戶權益及公司競爭力之問題 何況司法契約的成立 本不應建構於違反法規規定之基礎上 若非如此 無以允許先行以司法契約造成違規之事實 逼迫行政機關無視於公共利益 以市場競爭及信賴保護等原則 接受其違規 唐本合併案存序公司主張繳回平譜 將損及消費者權益 則此合併案所帶來的整體經濟效益 無以建構於違反市場公平競爭 及公共利益之前提 本合併案所帶來的整體經濟效益究竟為何 上請主管機關審酌 本合併案存序公司既表明合併後 將提供用戶無差別待遇之無線網路服務品質 使其所有用戶包含台灣之新用戶 均得享受所有頻段所有頻寬及其相關建設 且合併後足足增加100MHz 扣除超頻的 此已經扣除超標的10MHz 故不應該有所謂的剩餘頻寬無法充裕提供280萬用戶使用的情勢 何況 本案存序公司與合併後 擁有低頻的700MHz及900MHz 故可選擇歸還700 而非900 故台灣之新用戶一無損害之可能性 再者依據法規規定 超頻與否的認定於每百萬用戶使用頻寬 或總頻寬或用戶數無涉 本合併案存序公司自不能引進其他未曾討論 或其他並無共識的方式 如百萬用戶使用頻寬或其他總頻寬 甚或用戶數等來詮釋 重新詮釋低頻頻譜上限相關法規 並據此推斷 其持有超頻頻寬並無不公平競爭之可能 甚且用戶數多寡與否 與頻寬數並非為絕對關係 用戶的選擇包含了網路的品質 服務的體驗品牌的形象等等 若以單純以用戶數多寡 主張本案的超頻無公平競爭 顯有誤導大眾之可能 本公司及中華電信向來秉持服務客戶 及用戶權益智商之理念 與競標時花費聚餌資金取得頻譜 借於服務客戶所取得的頻寬 居系依據法律規定 同業先前曾於競標時 兩度主動退出4G頻譜競標 至其所得的3G以下頻寬為最低 而今天則以自身總頻寬為最低 主張其於黃金頻段 超頻無限競爭之餘 乃企圖曲解法律 更抹煞同業花費聚餌資金 配合政府頻譜政策取得頻譜之努力 主管其他您查 遠傳電信說明如上 謝謝 謝謝遠傳電信的意見陳述 接下來要請厲害關系人之上的 亞太電信 主席各位先進 我是亞太電信劉立三 接下來說明一下本公司針對本案的意見 針對這個目前引發頻寬上限爭議的問題 我們的意見是希望能夠還是維持法規的安定性 來民憑爭議 作為這個頻率這個上限這個議題 事實上在亞太電信在已過 應該是經歷最多的這個 釋法的這個問題 業者之一 事實上那個亞太電信在102年 延遲跟國際電子合併的時候呢 考量兩家公司這個在低頻以下 超過這個三分之一的上限 所以我們也那時候轉讓了那個700MHz 5MHz 合計10MHz 合計10MHz 給台客大 來符合這個頻寬上限的規範 那其後呢 到電信管理法之後 考量跟遠傳進行5G的共頻 以及第二階段持股的這個協議 一樣也是基於這樣的法規 上限分之一法規的上限 為了避免引發爭議 雖然那個我們這個持股 未必怎麼來計算這個頻寬上限 仍有解釋的空間 但是我們也是避免引發這個爭議 就轉讓了900MHz頻段的20MHz 就10MHz x 2 上下型給中華電信 事實上在這個法規的遵循部分 亞太其實尋求很多在法規的 釋法性上面的解釋 因為在3G時代 亞太是這個CDMA的業者 轉換到4G這個技術的問題 造成我們沒有辦法 要把服務能夠很Smooth的轉換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尋求 透過借網或賣游的方式 賣游的方式來提供 加速提供服務 那時候也是我們在認為 法規的適用上面是有空間 但是也是因為引發很大的爭議 最終我們也回歸最嚴格的解釋方面 在主管機關的指導下面來遵循 所以跟對本次這個合併案 作為我們是本案的利害關係人 以及另外一案 跟亞太合併案的當事人 我們覺得這個合併案 大家剛剛有提到 對產業、對用戶、對員工 都有實質很大的注意 那我們也希望主管機關 能夠加速審查 在這個情況下面 我想能夠建議主管機關 還是以一個爭議最小的 可以試著 朝爭議最小的方式 來解決這個問題 不希望因為這樣的一個爭議 而延宕審查的程序 可以做成這個 一直沒有辦法核准 剛剛台灣基金賴總也提到 我們的員工也面臨流失 營運的維持 以及用戶的權益 也還有整個經營的狀況 也一直在持續 在虧損中 希望如果能夠爭議能夠米平 當然是最好 那不如米平是不是可以朝著一個爭議最小的方式 來加速來審查通過 以上是我們的意見 謝謝 謝謝 謝謝胡立山副總的意見陳述 接下來請離開關系人之事的台灣知心勞資會議勞方代表 做意見陳述 我可以爭取用這樣子來做報告嗎 好的 各位委員長官各位先進你們好 我是台灣知心的勞方代表蕭和 感謝NCC讓我這個機會再次做報告 台灣知心是一個充滿正能量的公司 今天我選擇穿這個T恤來做報告 主要是要代表許多沒有辦法來到這裡的一個員工 表達他的心聲與主張 我更期待未來新的台灣大哥大更是一個充滿正能量的公司 我們的第一個主張 電信與金融都是國家重要的特許事業 其中電信更是重要的基礎設置的建設 它的穩定跟國家的安全是息息相關 因此對於電信產業的發展 國家的利益 消費者的權益以及勞工的保障 主管機關都必須去監督指導的責任 其次電信產業的員工在提供穩定的通信服務 以及資訊安全防護上 必須肩負重要的圍運角色 所以我們認為電信產業的員工他們的權益保障 應該要由政府來監督 而員工的權益內容也應該參照 金融業的做法 對於企業的合併案發生之後 需要有設計優於基本法規的保障 主張二 參考近期金融合併案 存續公司在發佈合併訊息之後 通常會與公會多次的協商 而今晚會也會將勞師雙方是否取得共識 列入必要的審查條件 以富邦金和日盛金合併的案件為例 今晚會曾經表示 員工的權益是最重要的保障 也希望富邦金能提供的規範內容 相較現代的勞動法規有更好的表現 當富邦金宣布合併之後 則立即與日盛金的公會 展開多次的協商 致力於員工的安置、溝通及協調 充分兼顧及尊重 留任和離退同仁的權益 然而台灣大家大同屬富邦集團 我們期盼也能獲得同等的重視和對待 新郎月在政府的保障下 存續公司往往提出許多 由於法規的留任和離退的方案 讓員工獲得完善的保障 避免發生勞資的爭議 目前電信產業的員工權益 未受到相關的保障 導致台灣之星與亞太電信 兩家公司的員工處於弱勢 據了解在勞動部NCC的協助之下 亞太公會已經跟遠傳公司有多次的協商 遠傳有表示會保持最大的誠意 和亞太公會討論員工的安置計劃 而我們台灣之星的員工呢 甚至連工會的組織都沒有 所以我們更迫切需要勞動部 勞動局NCC的長官參與協助 我們請求將台灣之星與台灣大的 勞資雙方所取得的共識 納入本次的和平案的審查要件 主張三 通信產業與5G的發展 攸關國家的競爭力以及國家的安全 因此網羅更多人才能加速產業的發展 因此在我們懇請勞動部勞動局 NCC的長官們的協助 台灣大哥大及遠傳技術完成 與兩家被併購的業者的拉方代表 及工會協商取得一致的共識 我有降低員工的不安定才能改善人才的流失 最後總結我們的訴求 第一 對於電信員工的權益保障 應參照金融業優於勞動法規的規辦 第二 請勞動部勞動局NCC的長官 務必協助台灣大大及遠傳電信 與合併案審查通過前對於台灣之星及亞太電信的員工 安置計畫及權益保障提出具體的措施 第三 併購方以被併購方的勞方協商取得共識 需納入合併審查的必要條件 恆請主管機關守護台灣之星將近兩千位的員工的權益 我再請下一位的勞方代表來補助 各位長官 各位委員及長官好 我是台灣之星的勞方代表吳思穎 那僅代表就是我們一千九百三十三位員工 向各位長官表達我們九個月來的心聲 回想開台時 我們的月租用戶僅有八十四萬 而且流失嚴重 八年來我們也始終致力於給消費者 一個更物超所值的電信服務 雖然八年間我們經歷了許多波折 但我們還是做到了 今天台灣之星有超過兩百八十萬的用戶支持 各個客戶買面向的客戶滿意度也大幅的提升 退租明顯的改善 這都是我們全體員工努力的成果 相信大家也知道 台灣大大長期以來的經營績效跟獲利穩定 合併之後呢 在月租的用戶數也將躍升市場的第二 當中其實都有我們同仁的貢獻 我們認為台灣大各大有能力 也應該給予我們同仁更多的保障 剛剛郭技術長講的用戶至上 與我們過去員工一直努力的理念不謀而合 而員工其實又是最直接傳遞服務給客戶的關鍵資產 並非負債 因此合併後有將近一千萬的用戶 也需要我們員工加入繼續提供好品質的服務 因此我們訴求以原資原心留用我們全體的同仁 到台灣大哥大而非關係企業繼續服務客戶 遺憾的是其實從宣布合併到7月 我們只聽到許多精神喊話 說有遞交安置計畫文件了會依法辦理 但是9個月來已經累積超過了500多位的同仁離職 許多優秀的同仁也因為遲遲等不到具體的方案措施 擔心失業難找到工作而不得不離開電信產業 而留下來堅守崗位的1900多位同仁呢 除了承擔更多的工作之外 等待了許久 在今天之前我們只收到公開信說 台灣大哥大及其關係企業 將依組織的需求及人力 在審核通過後 持續提供金副禮集和以下同仁工作機會 剛剛我們也有看到了全數流用的承諾 但是還是沒有承諾我們的員工 是不是原職原薪流用 也沒有相關的細節 至於其他沒有工作機會的員工 未來兩年其實在電信產業幾乎很難找到工作 但是我們也沒有看到相關的理退方案 而從此之中呢 台灣大哥大也一直沒有和我們老方 進行具體條件的協商 雖然我們也相信台灣大哥大和富邦集團 有許多合併的經驗也會有所規劃 但是我們面對同仁擔心 會不會被派去很遠的門市上班 還是會被送去職能不服的關係企業 之後再被資遣 或是被調降月薪之後會影響他的生計 甚或害怕因為合併失業的理退金 不夠支撐他的生活 而這些員工的憂慮 其實我們一直遲遲都無法獲得解答 所以我們也希望在合併審核前 能盡速取得勞資共識版的一些具體員工的權益和細節 這也是我們全體同仁 現在最迫切需要的定心丸 感謝長官們一直都很關心我們的權益 也要求台灣大哥大遞交計畫穩健 但是直到今天 我們都還沒能和台格大進入協商的階段 看到富邦和日盛有好的示範 也看到亞太的工會和遠傳 在勞動局及勞動部NCC長官的指導下 進入了多次的協商 這樣的差別讓我們的同仁更加惶恐的不安 公司內部也流言四起 同仁擔心會不會一旦審查通過之後 就再也沒有人能幫助我們這群沒有工會的弱勢員工呢 所以我們深切的期盼勞動部 勞動局及NCC長官 能參與並促成我們和台灣大哥大進入協商 將勞資協商達成共識 納入合併的審查要件 以下總結我們的訴求 一 懇請勞動部勞動局及NCC長官參與並促成 我們和台灣大哥大 勞資雙方立即啟動協商 讓員工可以儘快取得具體的安置計畫 安定人心 也不用再擔心萬一失業之後的生計會陷入困難 二 我們訴求保障成員原資原心 留用台灣大哥大而非關係企業 繼續去服務980萬的用戶 如果為留任者則參照金融業的理退方案 三 期盼主管機關在審查時 能將台灣之心與台灣大哥大的勞資雙方協商達成共識 這點 納入本合併案的審查要件 我們台灣之心的員工沒有工會的資源 我們也沒有管道 也沒有其他的人可以求助 僅有我們幾個勞工代表 勢單力保 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我們公正客觀的NCC 勞動部勞動局等主管機關 相信在場的台灣大大長官們也聽見了我們的期盼 我們也期待能有所回應 最後僅代表台灣之心一千九百三十三位同仁 跟他們的家庭 再次感謝NCC及各位長官 給我們表達心聲的機會 以上是台灣之心勞方代表的發言 謝謝 謝謝蕭處長及吳副處長的意見陳述 另外再確認一下厲害關係人 新加倍上新聞有沒有在場 沒有 再來厲害關係人的第六位 所以統一超商有沒有在場 沒有 確認 好那因為大概今天聽證到現在也進行一段時間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十一點再回到現場 進行下一個section 即公司答應 公司閉號 下一個 core 第三端 既保�neh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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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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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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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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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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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